祝主天天不知火 给我力量保守我 是我一生走在路 是从心满意足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真的每一次坐在你的脚前 我们的心都何等地喜乐 主啊你救我们脱离 在外面对你的认识和追求 把我们带到深处去 对于你那永远的旨意 我们更是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 让我们真看见你的旨意是什么 让我们这一生活得有价值 活得讨你喜悦 活得让我们这一生没有任何的遗憾 祝福我们底下这一点的时间 为着我们自己的教会 也为着各地的教会都向你祷告 既然是你永远的旨意 我们就何等地希望 各地的教会都能够在你的面前 也能够刚强 我们一起在这个世代中 为你赞助 成为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将基督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 谢谢主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说过这一堂课 其实是一系列的课程 所以我们把它龙缩成为两堂讲 有很多的东西没有空讲 但是这个信息 可能对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觉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正在找工作 我现在正在生病 或是孩子真的天天是我头痛的事情 我去讲什么意象呢 那弟兄姊妹 我还是要再跟弟兄姊妹说 神救我们 神爱我们 很多都是我们个人的经历 是不错 但是神整个的旨意 神最在乎的 神是要得到一个团体 在旧约用国度来表达 在新约用教会来表达 所以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 集中在祭司的国度 神兴起各样的庆明 然后借着先知君王 和祭司把整个国度建立起来 是一个属神的国 他们是被分别出来做祭司 侍奉神 叫做祭司的国度 那么到了新约 就用另外一个团体的观念 叫做荣耀的教会 那么这个事情 所以神在教会里面 还是有使徒 有先知 有牧师 有教师 有传福音的 为了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然后把整个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 所以我想我们读到 以佛所述第二章的时候 上次我们也曾经引用 他说这样 你们不再是做外人 做客旅 乃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然后神把我们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然后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士 然后全方靠他联络的和事 能够摆结 各按各职 然后在这里联络的和事 然后成为主的圣殿 他说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你就发现在旧约里面 神把山上的样式颁布出来 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特别说要为我造会幕 二十五章第八节 就是要为我造会幕 我可以住在其间 所以当会幕造好的时候 出埃及记四十章 会幕造着山上的样式 一造好的时候 他说神的荣耀整个充满会幕 摩西都没有办法进会幕去 到了所罗门时代盖圣殿 当圣殿一盖好的时候 他们限电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整个圣殿 他说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着来进职 我不晓得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况 你能够想象吗 就是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中 神的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 人没办法站着 并不是因为上面有石头压着你 而是有一个荣耀让你不能不服服敬拜 神正在着你 所以这是一个和神心意的居所 当它出现的时候 神的荣耀这么强烈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 我们很少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同在 但是一个和神心意的教会 应该身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神的同在常常在这里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 我并不那么在乎别人夸奖我们人数增加 或是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场地 或是夸奖我们有很好的主日学 或是有很好的讲道 或是有很好的治理 这些都的确是恩典 但是如果有人说 你们教会神的同在很真实 或是在这边很容易遇见神的同在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 或是教会里面应该是最大的honor 就是神正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就很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要同一个心灵 同一个脚踪 我们在这里 你借着一个同样的异象 身上有同样的使命 能够让这个教会 真的是成为一个和神心意的教会 真的是一个神喜欢充满 神的同在这么明显的一个教会 当神同在的时候 其实所有其他要什么都有了 今天早上父母师讲的这些 我们祷告 工作 家庭 价值观 很多很多很多烦恼我们的事情 其实都在神的同在中 我们这个人得到力量 得到把握 在主的面前甚至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很简单的 几分钟复习一下上次讲的 我不晓得过了一个礼拜 有多少人还记得 上个礼拜我们给意象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意象 那我就trust你们背的都对 反正很多声音 什么叫做意象 意象就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它会有两件很特别的事情 一个是吸引我们 另外一个是什么 控制我们 因为你看上次特别引用西伯来书十一章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他们都在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 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然后这些人都当客旅 他们如果愿意的话 还有机会可以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但是圣经上说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然后因为他说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而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也讲到 这座城充满了荣耀 全部每一个宝石都是基督 黄金街 碧玉城 珍珠门 其实每一个宝石全都是基督的生命和性情 全都是基督自己 所以这座城是一个历史历代以来吸引众人的一座城 那这个城当它降临的时候 就说到神永远旨意就完成 而今天我们在地上 我们的生活如果跟这个城没有发生关系的话 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就不知道怎么交账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part of New Jerusalem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真的 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所以在你的里面 在我的里面 在这个教会 在那个教会 大家都一起来经营基督 一起来这里得着基督 那么我们得着的度量是多少 我们得着的品质是多少 我们达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交账的 所以为什么《更利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 他说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心的荣光跟那心的荣光也不一样 死人复活也要这样 我们将来都要复活 但是每一个人的荣耀不一样 荣耀不一样 就根据我们今天在地上 到底我们经历了多少 我们长成了多少基督的神量 所以Austin Sparks讲的一句话很好 将来去建筑的时候 所有人都被基督来衡量 Major by Christ 就是用基督来衡量 神不是根据我们有几个人得救 神不是根据你圣经读过几遍 虽然这些事情都很重要 神也不是根据我们这个人 到底做了多少好事 神只根据一件事情 就是借着基督来衡量我们这一生 所以《启示录十七章》 《使徒行传十七章》 那你特别说到 神已经设立了一个人 要借着他按着公义审判天下 所以神将来审判 不是道德标准 不是律法的标准 不是什么标准 而是Major by one person 这个人就是基督耶稣 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你我今天所有的生活 你不要以为是小事情 不要以为是平凡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 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 那一天有火发现 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如果不是出于主的 一烧全部没有 找木何些 不管你盖得多大 你看美国的房子都是木头盖的 一烧全光的 那金银宝石 你火可以烧 但是金银宝石耐烧 所以你烧完的话 你的戒指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可是你写的情书 你的毕业证书 你吃的东西 你玩的东西 差不多都烧光了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生里面实在很重要 所以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 向我们开启 祂吸引我们 祂已经吸引了历史历代的众圣徒 今天也吸引了多少人 愿意放下自己 为了要得到基督 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异象 基督真是我们的异象 当神呼召我的时候 我说那句话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 永是耶稣 这句话实在是太宝贵了 它不仅仅是我的最深的满足 它是我该有的独一的标杆 它也是我被管教 被神衡量的标准 什么时候我不是 Jesus only 我自己就知道我这个人出问题 我这个人需要管教 做任何事情的动机 内涵 目的 结果 都应该跟基督发生关系 都应该是基督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祂吸引我们 然后祂控制我们的生活 事奉和言行 我们的生活受祂管理 我们的事奉受祂管理 连我们最平凡的一言一行 甚至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 做什么 想什么 通通都影响到神的荣耀 通通都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 所以四篇八十七篇 我说 那边讲到 他爱西安的门 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 神的城 有荣耀的事 是指着你说的 不仅仅它是神的心爱 不仅仅这座城 关乎着神永远的旨意 什么时候完成 不仅仅这座城 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 整个万有中 全部的中心都在这座城 这就是基督和祂的百姓 基督和教会 同样的这座城 今天也一样地在这里影响我们 dominate 影响了 控制了 吸引了 多少的人 把自己一切所有的愿意放下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保罗整个一生 那么光明荣耀的前途 就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 整个断掉了 耶稣一显现 看见了耶稣 别的东西他都不要 我就是要耶稣 今天就算不是这么大的 是不是全时间是父神 是不是一个全时间的工人 那个还不是 这个我现在要说的 今天在我们每一个的遭遇 每一个的抉择 甚至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得着基督 而愿意放下来 这个叫做吸引并且控制 看见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 特别说到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那么基督是一切 我们讲了三件事 还有没有人可以记得 让主举首位 然后呢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还有呢 他是全有全足全封的基督 对我指明 你想说谁可以用几句话讲基督 没有人可以讲 所以我不是自不量力 但是我只是从新约圣经里面 很关键的几个最重要的点 我们至少先从这里开始 好不好 这几个点如果掌握住的话 我们比较能够知道 什么叫做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一切 讲到他必须是居首位的 他必须在我们所有的生活 释放整个whole life里面 他必须是中心 如果弟兄姊妹 我们不把主摆在首位 不把主摆在我们生活中的 中心的位置的话 如果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中心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这个人一定是迷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这个人一定劳苦愁烦加征的 就像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讲的 只要用别的来替代他 我们的劳苦愁烦一定加征 只要我们把基督摆对的位置 我们的心欢喜 我们的灵快乐 我们的肉身安然居住 就怕就算我们碰到苦难 都没有关系 神能够叫这流泪骨 变为全员之地 就怕我们碰到人生最可怕的经历 死因的忧果 也不怕遭害 因为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它摆对的位置 基督是一切 第一件事情讲到 他必须举首位的 在我们所有的职业上 健康上 家庭上 孩子上 我们的财富上 我们的未来的计划上 我上次说过的这么多个灵 只有基督是一 没有基督 这些东西通通都是nothing 有了基督以后 所有的事情就都重要了 连我们最平凡的事都重要 因为只要把一摆到他的前面 他就有价值 对不对 只要把基督摆在这件事情前面 我们的生活通通有价值 所以千万不要被一些教导 confused了 一方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人生 看得这么大 我们的生活事情 我们孩子的事情 我们平凡的琐事 不要去管这些 这些事情不重要 因为没有基督真的不重要 但是我们需要平衡的就是 当我们把基督摆对位置的时候 所有这些事情通通重要 每一件事情都重要 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也说 谁能够藐视 谁能够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 谁能够把这些事情 看为小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都是大事 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就是大事 我再说 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就是大事 只要不跟基督发生关系 就是nothing 什么都不是 英文有一句话讲到 good without God is nothing 对不对 G-O-O-D 拿掉God剩下什么 剩下一个零 就是nothing 你所有美善的事情 没有基督 good without God is nothing 弟兄姊妹 真的就是这样子 在我们人生里面 所有的事情里面 你必须要让主去守卫 当主摆对的位置 像Litter Teresa说的 你就算为了爱耶稣的缘故 从地上捡起一根线来 都比许多人做了 好像很多伟大的事工 在神的眼中更宝贵 他讲过 Brother Lawrence也讲过 我们如果把基督摆对的位置 全家人都不想洗碗 我们安安静静 不埋怨 为着基督 为着爱 把碗洗了 在神的眼中 大事 你知道吗 回家要洗碗 不然的话 我们心里面就天天跟人计较 为什么上次我洗 这次还要我洗 为什么我跟你讲了说 你喝完杯子 喝完什么 泡一点水 我洗的时候容易一点 比较软 你就是不泡 天天干干的 让我那么难洗 我们就是发牢骚 发牢骚 跟人增进 可是弟兄姊妹 当我们把基督摆对位置的时候 我跟你讲 所有的事情都是美事 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事 所有的事情 都跟永恒发生关系 所以我说 意象控制我们整个人生 我上次讲到 意象 有四个特点 还记不记得 第一个 意象是活的 它会长 它会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成熟 我等一下会再回来讲这个 第二个 意象它会控制我们整个的生活 侍奉和言行 第三个 意象具有最强的联合力 把我们真正地摆在一起 这个东西不仅仅可以胜过 我们生长背景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兴趣不同 以前在Sincinnati那里 我听说有一般的弟兄姊妹 叫做喝咖啡的弟兄 跟喝茶的弟兄 两个不相往来 所以有一个讲员 有一次去的时候 他们就问他说 你要喝咖啡还是要喝茶 他说你们给我一杯牛奶好了 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我真的听说 一点点小事情都可以把人分开 那意象可以让我们跨过 所有天然的不同 甚至意象可以跨过 我们彼此对彼此不喜欢 原谅我说 真正的意象就把我们摆在一起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被陷入敌营 大军来了 你们只剩下五六个人 你管他爱吃什么 你管他是北方人 南方人 山东人 山西人 我们那时候都不管这些了 我们就是同仇敌开 我们一起保护 彼此扶持 怎么样子survive 因为有一个挑战 有一个意象在我们身上 然后意象一定产生 不妥协的使命感 这是真的意象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意象会让我们 整个的生活被吸引 整个的生活受影响 我们讲到基督 基督是一切 刚才说的让主举首位 你真有意象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在生活中 把我们一项一项的事情 把它给交出来 让主举首位 你不会再马上自己做决定 要去东就去东 要去西就去西 我们会安静下来说 主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就算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到了十二月底 会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这是大家常有的问题 但是至少有一个态度 是我们可以有的 就是让主举首位 至少有一个祷告 是我们可以做的 叫做 I will be done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愿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身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那么基督是一切的第二件事情 讲到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是现代的基督徒 太少讲的真理 而这一个东西 也是几乎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在内 为什么会软弱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会起起伏伏的 波浪式的基督徒生活 因为我们太多的努力 我们太少的信靠 我们太多自己的挣扎 我们太少去经历基督的替代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主耶稣早就讲得清清楚楚 离了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并不是离了我 你们不可能把事情做好 是离了我 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的面前 也要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挑战 受到我们的生活 侍奉各样的聚会 都应该是本于他 依靠他 并且是为着他 不光只是愿意为主活 而是希望那个源头就是他 能够靠着他 不是光只是凭着自己心意好 我用心良好就好 那不够的 所以你看那些小孩子 有一个牧师 有一次做见证 那个学校开PTA 为了要叫这些小朋友 表达孝顺爸爸妈妈 所以他们准备了一些cookie 一些水果 一些饮料放在桌子上 然后让这些小孩子去拿来 设复他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坐得比较远 孩子们到前面去拿 一些妈妈就在那边 跟孩子讲说 我要水果 我要水果 但是孩子们都帮妈妈拿cookie 拿糖 都是他们爱吃的 不是爸爸妈妈爱吃的 这个就不叫本于他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是照着我的好心 有一次我也讲过 我们去Mountain View吃饭 那次我们都感冒了 喉咙也痛 点菜的时候 它上面有一个spicy的food 在Mountain View有一家中国餐馆 我们特别跟他讲说不要辣 他说没问题 可以不要辣 但是他说辣比较好吃 我说我们今天不能吃辣 喉咙痛什么不能吃辣 他说好好好 然后等到菜来的时候 都是辣椒 我们就把他叫来 说不是跟你讲不要辣吗 他说辣不好吃 我说我们已经跟你讲过 最近咳嗽 喉咙痛 不能吃 他说师父也说不辣不好吃 那到底是你要吃还是我要吃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侍奉神 常常都是照自己的意思 对不对 想来就来 不来不想来就不来不想来 想做就做 比谁都热心 不想做的时候我们比谁都赖皮 那弟兄姊妹 这次讲到我们很多的东西不是本于他 那本于他也不见得做得到 需要依靠他 才能够把荣耀给给他 那么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 你要胜过网络的色情 你要胜过这些谎言 胜过罪恶的事 胜过脾气 胜过自己的那种狭窄的心 就是不舒服 不肯原谅人 用什么你用挣扎努力都没有用的 转向基督 知道基督那主 你说主 我不行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基督那主 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基督的替代 但是主 我知道我是基督徒 圣经这么讲 传道人在教会也这么教 主啊 我求你真的让我经历到 什么叫基督的替代 真经历到基督的替代 你发现不一样 那第三件事情 讲到他是全有全足全封的基督 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在他里面 不光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在他里面 连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 我们都可以得到 然后基督是一切 然后又在一切之内就说到我们 能够从万有中来经历基督 来得着基督 在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有基督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处境 当然我这么讲 我自己也会犯 千万不要为自己的处境 在那里埋怨 或在那里怀疑 这是仇敌一直叫我们做的 要相信是神良了又良 神特别配合 容许这个环境发生 为的是要在这里来炼镜 净化我们的生命 为了强化我们跟神的关系 beautify our life 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单纯 除主以外 没有别的 有主够了 同样的他也是在这里强化 strengthen我们跟他的relationship 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 是第一手的 不是二手祸 也不是老旧的 永远都是新鲜的 活泼的 真实的 而且持续的 然后越来越深入的 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 我们讲到教会 教会非常重要 整个教会存在的目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跟基督是同一个 同一个生命 同命 同心 同前途 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他最爱的 为教会舍命 同样的教会是他的居所 是他自己的荣耀要来充满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教会的时候 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要充满基督 而且彰显基督的一个器皿 杯子里面放橘子汁就是橘子汁 放胡萝卜汁就是胡萝卜汁 放酱油就变成酱油瓶 放香油就变成香油瓶 看你装的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今天我这个人是什么 就看我装的是什么 今天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教会 是以人为中心的呢 是以活动为中心的呢 是以律法为中心的呢 还是以人的意识为中心的呢 还是真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就看我们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Full Christ 三件事情 教会是基督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Christ 也是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 The fullness of Christ 同样的也是The richness of Christ 是元首一切的丰富 所以我上礼拜讲到了 教会正常的话 每一个人来都应该带着活泼的盼望 在这里遇见神 我们来到主人面前 来到showerhead底下 这个贵重的膏油 从元首的头上流到胡须 流到衣经 这是我们简单地很快地复习 底下我们讲到落实 对不起 我们的使命就是说 无论个人家庭教会 都希望或者我们盼望 能够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就是能够把基督彰显出来 那么具体实行的路呢 我们提到两个 这边我们提三个 一个讲到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特别讲到我们生命上要长进 对主的认识上 圣经的真理上 各方面我们要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所以神招我们的目的 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要叫他们尽荣耀 这是神的旨意 那么神怎么样做到这件事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这是八章三十节 八章二十八节就是 万事互相效力 神就是望我们调度万事 要来改变我们 要来塑造我们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他就预先定下了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就是换句话说 有一个模型在这里 那么神就造了他的儿子 在这里制作我们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必须在主的面前 要凡事长进 你能够想到我每一件事情 如果能够长进 然后长进基督里 他说连于元首基督 英文是说grow into 要长到基督里 我只是回头看 我这么几十年的基督徒生活 你说我有没有长进 你不准说不长进 我很认真的想追求长进 可是问题是到底有多少 grow into Christ 长到基督里 被神算数的 是真正的transformation 发生在我身上 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些 暂时的改变 表面上的一些的改变 而是真正生命的改变 你说一只毛毛虫 变变变变变变变成蛹 有一天要变成蝴蝶 它会不会变成蛹的时候 过两天又突然跑回来当毛毛虫 如果真的是长长长长 长到那个地步了 是它不应该backwards 它不应该退回去的 不应该随时又再去犯从前 常犯的错 它应该是一直在长一直在长 所以人会堕落 人会软弱 人会失败 都说明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 没被主改 你会说 那个是刚信耶稣的人 才会犯的罪 撒谎 或是最基本的罪 我怎么会犯呢 弟兄姊妹就表示 我们没有被transform 真被transform 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们应该不会再去犯它了 所以当同样的罪 最基本的罪 我们还常犯的话 都说明我们的transformation 这个发生的太少了 我们可能自己认为 已经被transform60%了 已经被改了60%了 80%了 可是实际上可能只有15% 20% 别人可能把你夸成80% 但是实际上 我们可能只有15% 太多地方还没改变 第一件事情 长进 所以弟兄姊妹 保罗劝我们要凡事长进 你可以想象吗 Growing all things into Christ 哎呀 我觉得这句话 光这句话就太宝贵 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 常常用这句话 劝勉我自己 连我们泄饭祷告 都可以进步 连我们怎么唱诗 都可以进步 连我们怎么跟人讲话 都可以进步 对不对 连我们怎么样去接受一些 我不喜欢的安排 小组长叫我做这件事情 或是我的department lead 安排我做这个服事 我心里不喜欢 那我怎么反应 今天便当剩下的一个 是我不爱吃的 怎么办 你要怎么反应 或者你到餐厅 饭又没了 你怎么反应 上个礼拜是气得要死 这个礼拜是找国豪 complain 下礼拜你会怎么反应 有没有凡事长进 兄姊妹 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保罗等于告诉我们 基督对我们的期望 或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情形 是我们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长进 而且是要长到基督里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长到基督里 表示他的生命不够纯净 不够成熟 不够老练 不够向主 而这样子的人进到侍奉里面 常常就是出问题 所以是神的恩典 也是弟兄姊妹的包容 让我们带着满身血腥 不是血腥 天然人的脾气 个性 在教会里面侍奉 碰得大家遍体鳞伤的 但是大家还包容我们 Roger弟兄那次分享 我以前讲创世纪的时候 讲到人的生命是荆棘的生命 对不对 远距离都没事 一近距离彼此扎了 都是头破血流的 而且我们被扎的时候 只看自己伤 不能够体会我们给别人扎得多深 这就是天然人属肉体的人在一起 弟兄姊妹 我们被神摆在一起 要能够建成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要能够成为一个健健康康成长 充满神同在 充满神祝福 充满神荣耀的教会 我们的生命一定要长 每一个人都要长 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脾气 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讲话 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失败 怎么样去处理在神面前 我们该有的态度 该有的侍奉 怎么唱诗 怎么祷告 我都跟你讲过 连谢饭祷告 神也管过我 碰到一大堆不认识的人 就随便这样摸摸衣服 你们都是擦眼镜 我那时候没有眼镜可以擦 大学的时候 刚刚去新生 进到学校 一桌人吃饭 菜没来 我就先偷偷地摸摸衣服 我就这样祷告了 神说你在干嘛 叫我再祷告一次 可是我那时抬起头来 已经很多人在看我 他说你为什么要闭眼睛 我也不好意思讲 神说再祷告一次 所以我这次顺服了 安安静静了 哎呀跟主交通 一下子因为顺服 那个心中的喜乐 真的是满脸充满的喜乐 再张开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这样看着我 I don't care 这叫做进步 这叫做进步 弟兄姊妹很多事情都可以进步 唱诗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你唱完一首诗歌 关掉问你说刚才唱的什么 可能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那你背不了歌词没关系 刚才哪一个感觉最触摸你 到底刚刚我们唱的一首诗歌 什么东西触摸了你的心弦 什么东西touch了你 讲不出来 今天讲到哪一句话去摸着你 现在可以想起来吗 刚刚父母师那一堂信息里面 哪一句话去摸着你 才居然会飞鸟立刻来 把所有听见的道都吃尽了 这个马可福音讲的立刻来 而且吃尽了 一点都不留 要长尽 弟兄姊妹凡事长尽 第二件事情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就是要在主的爱中 我们彼此成全 能够摆结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 下一节以佛所书我已经读过了 所以这两件事情 凡事长尽 连于元首基督 然后我们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教会需要领袖的培训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培养出Leader来 Leader可以再去培养教会的弟兄姊妹 神家需要有人被成全 所以我们去年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成全的目的 是为了要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 为了要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 记不记得 这句话都是我自己祷告想的 就是你什么叫做要成全对方 我是为了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 让他更属灵 让他更讨神喜悦 让他更被神可以用来祝福别人 所以care enough to confront 如果我的弟兄犯罪 跌倒 刚硬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在爱的里面 我有勇气去帮助他 我不是妥协 不是let go 反而是因为爱我要去帮助他 虽然我不配 我也没有资格去纠正别人 但是我知道弟兄带着这个软弱 会让他在神的面前受到太多的亏损 同样的我也去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 当他自己对了 人对了 人干净了 人讨神喜悦了 他一定被神大大祝福的 所以孩子不乖为什么要管教 因为爱 为了让他更好 好 那么意向落实的步骤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教员弟兄为我们重新画的 因为最早以前 我用PowerPoint画的比较不够 这么professional 他帮我们画的 这是我们叫做VIP的model 帮我打出来 好不好 这个是棒球的观念 在Rick Warren的Purpose Driven Church里面 他有弄这个model 但是我们的内容 我们自己把它针对我们的教会 针对我们对圣经的了解 我们修改了很多 而且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内容 每一个累呢 最基本的开始 我想这个图 希望大家在小组里面 或是回家你可以去慢慢默想 V是表示Vision I是表示Implementation 然后P是表示Process 我为什么跳VIP 就是凡是跟神的意向有关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重要人物 知道VIP吗 Very Important Person 去飞机场 去哪里 去会议室 去大旅馆 都有VIP Room 那么在座的每一个都是VIP 为了要把意向落实 那么Vision 讲到基督和教会 Implementation 讲到道成肉身 不是做法 是活出来 不是外面的讲究 一二三四 一些一大堆的program跟计划 而是道成肉身 直接的实价把基督活出来 Process 在这里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次 所以我们在这里 弄棒球的观念 讲到四壘 那么打棒球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帮助这个人能够上一壘 就是成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上了这个以后不够 所以很多人一信主 虽然信主了 但是不长进 我们要怎么样子全力地帮助他 能够来追随基督 能够帮助他生命长进 能够进到二壘 成为一个现身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在主的面前 把自己奉献给神 为主而活的基督徒 真正有commitment 是尾声的 光这样子也不够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而已 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它要带到身体这个观念里面 带到教会的这个context里面 在身体里面被成全 被建立 学习顺服 学习配搭 把这样子的人 让他看见神永远的旨意 看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而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mature Christian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或是所谓的leader 所以leader决定不是随便安排来的 leader是自己生命长出来的 是在神百姓中间出入 你自己的见证 你自己所迎来 所earned respect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 为了谁是头 谁是领袖 争来争去 其实那个是没有必要的事情 你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所以John Maxwell讲得很好 他说他去到任何地方 他在全美国各地做领袖培训 他说他去到任何教会 任何团体 当他坐下来 所有人他很多人他都不认识 但是他一坐下来 他就晓得谁是leader 他不见得一定是要叫牧师 要叫长老 要叫长智慧主席 要叫什么 要关title的 他说是leader 你一看就知道 因为这个人一讲话 所有人都听他 但是他去过很多教会 甚至有一些弟兄 他根本在教会 可能只是管总务 或是很平凡的一个人 主席在讲话 别人在讲话 你发现大家不专心 有的时候还讲话 有的时候发呆 可是当这个一讲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他 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个leader 英国的铁梁子 蔡切尔夫人早就说了 他说如果一个女人 需要一直跟人家讲 我是个女人的话 表示她已经活得不像个女人 他说同样的一个leader 如果一直要跟人家讲说 我是leader 表示你已经不像个leader 你需要自己去用话去争去要的 而是别人 不是从心里面被你吸引 对你的敬爱 对你的respect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讲到第三垒 那么第四垒 回来是要做一个有使命的工人 能够 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去 神将来打发你回中国 到香港 到非洲 到任何地方 换一家公司 到别州去 你到哪里去 这个东西抓着你的 你不会说因为离开了SVCA 这个东西就还给SVCA 对不对 你不会说因为你换了一个地方 到了美国人的环境 到了非洲的环境 你就不为这个活 这个东西永远抓着你 这叫做有使命的工人 你知道神要什么 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这里面的内容很多 那福音的 第一个福音的执事 最关键的东西就是 要广传全备的福音 为神家来得着建殿的材料 你看大卫 神不准他建殿 可是他这一生 兰真北讨 所有得圣 把这些卤物卤来 分别为圣 奉献给神 为了将来建殿 圣殿不是说 一天说出来就出来的 对不对 神要得到一个圣殿 得到一个荣耀的居所 那个都不是物质的 都不是外面 都是属灵的 这些建殿的材料从哪里来 就从征战得圣而来 从传福音 从撒旦的权中抢回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办福音聚会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讲到教会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广传全备的福音 要为神家得到建殿的材料 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还想跟弟兄姊妹提 你如果有好朋友 或是想要叫他信主早点带来 我们教会已经快满了 空位不多了 对不对 我昨天必须要先回去 一方面于十五身体不舒服 一方面我们要远行 我经过餐厅的时候 那时候才刚刚开始不到十分钟 餐厅overflow room 已经坐了好几十个人 所以我们的seat有限 所以要有人进来赶快来 将来都跑到那边去了 没有 我只是话这么说 总比教会空空的要好 几年前有人从中国大陆写信来 他说为什么你们教会 有这么多的空位 所以我那时候跟弟兄姊妹 发出挑战 我不是为了教会的空位 要有人坐满好看 比较有面子 不会丢脸 而是每一个空位 就可能表示一个人 可能失上没有来 不应该让教会有空位 既然宴席摆了 既然福音传了 既然神的恩典圣连在这里工作了 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流荡在外面 应该把他们都带回来 但是光得救不够 所以很多人得救了很多年 生命没有改变 在神的手中还是自我中心 为自己活 所以我们下一关 最重要的就是二累的工作 帮助这个人在生命上 能够被神改变 帮助这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 能够晋升 能够对基督 能够起来追随基督 其实我们每一个累 将来你们去上这堂课 在博训课程里面有 每一个累里面 我们都至少列了五件事情 和这五件事情 每一个点底下又列了三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每一个累 至少有十五件事情 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那么这四个累下来 就六十件事情 就是花了很多的功夫 祷告我们从05年 在中国开始讲 我们把教会的经验 圣经的认识 把它摆摆摆摆在一起 像例如说二累 我只是举个例子 因为我必须要结束了 从一累到二累 我们至少列了五件事情 我没有放在讲义上 你们将来可以跟小组长 小组长们应该每一个都懂的 第一个 从一累进到二累 我们在五方面帮助弟兄姊妹 怎么样从一累进到二累 第一个是与主关系的建立 就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子能够被建立 能够增强 这是最重要的事 信耶稣不是信理想 不是接受哲学 不是接受做人的道理 不是接受一套新的标准 信耶稣乃是活生生地 有一位耶稣我们来侍奉 伟大的神我们来跟随 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 必须是第一手的 必须是真实的 第二件事情 生命的改变与成长 记不记得我常讲 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 被改变的关系 被改变的生命 这都是第二累要做的 第三件事情 讲到真理的装备 怎么样帮助弟兄姊妹 在真理上 对圣经熟读 活用 一些真道的造就 这是为什么教会 有这么多的聚会 各式各样的成人主义学 第四个 生活的教导 有专门的topics 时间的运用 优先顺序 家庭关系 职场 这些 那么第五个 讲到各种的聚会 就是借着教会 各式各样的聚会 帮助大家 能够从一累进到二累 所以每一个的聚会 都有它特殊的目的 像祷告会有祷告会 特殊的目的 礼拜五的小组聚会 有小组聚会 特殊的目的 每一个都有 我现在没有时间讲 礼拜六传福音聚会 有传福音聚会的目的 礼拜天 拨饼 主日信息 成人主日学 每一个聚会 都有它特殊的目的 都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 从一累进到二累 二累进到三累 那么我刚刚讲的 这五个点 每一个底下有三个 实在没有时间去细讲 但是我就希望 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看见 今天我们要在神家里面 我们需要有异象 带着使命 然后跟众圣徒一同 来着你 让神 把建造的工程 做在我们中间 这样子的教会 才可能健康 这样子的教会 才可能不会走岔路 不会突然劳力 斗拳打空气 奔跑没有定向 这是我们要逃避的事 当教会朝在同一个异象 同一个标杆往前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教会在主的面前 越来越合神心 教会蒙福的度量 越来越明显 而教会能够成为 这个世代的祝福 也越来越真实 我们不仅仅神喜欢来 我们都舍不得不来聚会 到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 要求弟兄姊妹准时 你根本舍不得 教会里面每一分钟 被浪费掉 因为在这里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都在这 生命圣明 神的爱都在我们中间流动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心 何等地感谢您 当我们来碰触 这么荣耀 这么大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求您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你 而且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真看见 这个恩赵 是有何等荣耀的指望 主啊 我们把众人 把整个教会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所达到的境界 所活出来的情形 跟你所要的 还是有何等的落差 但是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是那样子 有耐性 又有爱 从来不放弃我们 主就希望我们 不是在这里 吸耳山继续地绕行 而希望我们 把自己所知道的 所听过的 能够真正地 把它活出来 就算同伴都失败 就算这个世代 越来越黑暗 主啊 希望你在我们身上 不要遇见失败 也让我们不要叫你 圣灵担忧 有更多的器皿起来 不光是在这里 自己追求 自己求祝福 更能够以父的事为念 以神家的事为念 能够让教会早日成熟 好让羔羊可以回来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为了这座荣耀的城 我们向你祷告 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城中 我们该有的那一份 我们也向你祷告 祝福你的教会 谢谢主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